大家好 今天是5月4日星期四 今天開始講股是個別法治的 恆生指數跌3點 國際指數升9點 和科技指數升16點 日報保險跌0.7% 零指數跌12點 騰訊升0.35% 零指數升5點 美團升0.45% 零指數升4點 上升綜合指數開始是跌14點 但是開始之後 講股由跌轉升 主要都是中資的金融庫大動 恆生指數升200多點的平保 因為美鳳開特別股東會議 升7.4% 零指數升41點 中國人手升3.8% 中國銀行升2.1% 工商銀行升2.4% 傑似銀行升2.1% 新華保險升6.56% 人保升4.9% 和泰寶升7.9% 恆生指數最高升到1974 升275點 上席中合指數上收市升18點 恆生指數上收市升199點 國企指數升104點 科技指數升23點 成價535億 下午早段升幅不夠150點 但後來美市都升200多點 平保升7.45% 零指數升47點 基金銀行升3.7% 零指數升38點 工商銀行升5.5% 零指數升31點 中國移動升3.1% 零指數升23點 中國銀行升3.5% 零指數升17點 上席中合指數收市升27點 恆生指數收市升249點 科技指數升129點 科技指數升20點 成價1053億元 中資金融股急升 領導港股反彈